继王力宏事件之后 让网友们半夜不睡觉追剧的 最新一起事件 就是小商人 这个电炮网红青青 没有错 事实上呢 很多人一开始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我一开始看到那个新闻 我都只看标题的忽略 我想到青青是谁啊 没想到小商人 蛮欣赏的 没想到小商人获胜了 小商人蛮有名的 青青是谁 他是一个很年轻 21岁的网红 那么他呢 他自己自爆说 哎哟他贪多钱 你看台湾现在疫情 都很凄惨 一年之内 他买下了2000多万 台中西纯的豪宅 400多万的保时捷的敞篷跑车 还要买第二辆 还拥有七位数的存款 几身人身设立组 这样还不够 他在网络就宣告 说他搞那么多钱就对了 还赤值所600万开咖啡店 说开业不到 他在他自己的经营方式 开业不到一年 越营越来越达到90万 预计还要在桃园高跌站的开第二家 那么还在网络平环的分享说 他要怎么贪钱 他等于是金银之神就对了 新一代的金银之神 如何投资股票 如何房地产 钱滚钱 还赛除说 他的股票截图说 一觉醒来又赚4万多了 对了 我们在场 在这里就有承认 办得到这些事情 其他人都没有办法办到 重点是如果是真的 那他非常棒 年轻人里面的创业楷模 我都贪成这样 而且少年鼓声 针对多了60岁 只要任何人跟我讲说 他一年就贪一亿了 如何创造奇迹 还出十分岁 要不然的话 就跟他邀请媒体 去坐他的 这个是私人小飞机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骗子 你知道吗 真的好业人 他非常的低调 真的好业人 那么他一定有一个什么契机 不然你也告诉他 你坐在桌子 你看你年轻人 你为什么要那么多 为什么在台湾 景气这么不好的情况之下 他能够赚那么多 然后呢 为什么他可以买房子 有存款 然后呢 又可以开保时捷 看起来都像光鲜亮丽 结果就出现了 PTT的小商人 神人 突发了 踢爆 看不下去了 本来是他在美国 美国洛杉矶这样的 他说本来不是要说 既然你论部这么大 我就不用出来说一说 小商人的跳出来 直接警告清清 你两个金主 一个姓陈 一个姓邱 他把名字 甚至于这个金主的 出身年约都直接写在他脸书 你知道吗 他们是为了什么方法 做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那你这些 是不是根本就是在做吸金 对不对 那有没有涉及诈骗 要让检调单位去查 那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你这些所有的手法 只是在吸引很多人来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清清就比较慢慢的 没有那么 不敢高调了 不敢跟他高调 不敢回嘴了 小商人就直接讲 我手上总共有25个被害人 找上我的 资料 我要提供给检调单位 我才来对吧 这些这几年来 帮出很多赚钱的手法 我跟你说 我有一个刑事朋友 你知道 我只去郭扎官一夜白发 我看过 我这个刑警的朋友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是吸金 你知道吗 厚称五分利 五分利利息很多嘛 因为怕你会不会骗人的 自己是刑事啊 所以他放的钱不多 放了半年以后 放长线钓大鱼 放了半年以后 每个月都要按期这个绞席 你知道吗 都给你 然后提早给你这样子 还买六根送你 你就觉得他应该是真的 最后就把他自己的手上家族 所拥有的两三千万 全部丢进去以后呢 他干脆去跟朋友 亲戚朋友借钱 为什么 借钱 借钱 借钱之后 让他们三分 我贪那两分 有一天 倒了 我跟你讲 倒了那天 他都中手头 把自己的财产 跟其他人家负债是五六千万 我看他一夜白头 因为焦虑到一夜白头 他的相关的单位 还把他的配奖给没收 怕他想不开拿枪自强 所以太容易 那么赚钱的东西 太高调的东西 有一天不一定 你嘟嘟像小商人一样的 PTT 厉害的 我有批爆你的所有一切 这是乡民的正义 我们来看看他的套路 他就是先赚取很多的流量 就是以肉胸部吸引你们这些脑残的男生 很多年轻人看 什么老的男生 流量很高之后 他就开始说 我赚钱很容易 那人家就说 你怎么赚的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共同富裕 他就说 你看我们一起集资 买房买地炒股 稳定获利三到五% 旧人钱就这样被拿走 拿不回来了 这就是他的套路 我一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点进去看 我只是心里面觉得难过 因为他说轻轻睡一晚四万 我只是觉得有点贵 我就没有进去看 到后来我才发现 我自己歪楼了 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我知道她是一个女网红 我只是觉得说 社会风气怎么这样子乱 这个这种新闻 这种事情还这么招摇是不是 对对对 我想睡一晚 对不起 我后来真的很仔细去看他的内容 这中间其实有一些 手法啦 其实我一看我就笑了一下了 因为一个晚上你的投资 要赚四万块 当然这里面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你用多少本金 坦白讲 如果你的本金多 一个晚上赚四万 这没有什么 第二个是你是做什么标的 这个很重要 那结果呢 当然我们看到他这个资料 我仔细一看 其实这中间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讲 很快的跟各位讲 有一些手法 他通常一定会把股票遮起来 坦白讲啊 遮干嘛 你这张都偷破出来 你知道他下面还有一张股票 叫旺宏啊 为什么旺宏你不遮 你要遮这一个 对不对 因为旺宏没有一觉醒来 四万块 八百多块 然后再来呢 再来是什么 我仔细一看 他不是操作国外的标的 因为他这边是证券账户 不是负委托账户 所以这是台湾的券商 所开的一个账户啊 然后再来我仔细一看 我就想知道他投资多少钱 赚了四万嘛 我看了一下 26万变30万 那就是赚四万嘛 合理嘛 这个数字也没有 应该是没有批过 那问题是 我想一下不对啊 26万赚 那就是十几% 那我一看15% 数字是对的 对不对 可是一天台股的股票 他不会涨超过10%嘛 他一定是超过 我们的涨停板的限制嘛 那我仔细一想 我原本还想 他是不是做权证 做权证是有可能的 可是问题是我一看 成交的金额都是二十几块 这就不是权证了 那就是股票 没错 张数十二张 那就是新贵的股票嘛 只有新贵的股票 没有涨跌幅的限制 因为新贵股票流动量不大 要拉台太容易了啦 说真的啦 然后一拉 不是就赚了吗 有了这张截图 就能够要做的事情就多了 目的性就很明确 而且他很聪明 他不是po40万 为什么 如果40万 一般年轻人会觉得 这个离我太遥远 4万块刚好打中 我一个月这么辛苦 只能赚3万多块 你困一名就4万 我还是觉得贵啦 不是我是说 这个操作的手法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